通過這個程序去查估 去估市價的 所以那個是我們編預算的 這是 並不是實際的實際執行 那這個我了解 我想剛剛 在剛剛各位相關的權利人的各方面的意見 混混雜雜 有人贊同 有人不贊同 但是剛剛我們那個新教授 新老師也特別提到 還有 好像也有某一位 某一位住戶 某一位權利者 有提到說 如何把 因為現在這個案子 在基本上的一個發展 都是由公家在主導 那公家碰到問題以後 他做必要的轉彎 我想這是不得已的事情 但是剛剛又有提到說 地址跟建物的合作 一直都沒有開啟 他們的爭端 一直都沒有開啟 這個平台角 可以用最短時間去建構 我想今天地址跟建物的關係 不管你今天怎麼談 總是你們能談成的話 我相信委員們 相信政府單位 他要放手去幫忙 我想大家會比較關心一點 因為這個是牽涉到豐豐利益的問題 所以我在這裡又建議一點 就是說 剛剛也是有我們的潛力關係的人 當時發言不曉得是地址還是 還是這個 有房子 就是四種條件之一的人 這個部分的合作平台 我想可以藉這個機會 有相當時間 彼此做一個射線 建構一個平台 因為地址跟建物的關係 事實上還是有一點點法律的一個潛規則可以遵循 像地上權 像那個地上權不就是一個案例嗎 那 各位 潛力關係 因為今天潛力關係人一直依賴政府 用突破法令 但是目前我想政府各單位 都發局也好 這些委員也好 還有相關學者也建議也好 要突破這個三點多倍 這個大概蠻辛苦的 根據現有的期數跟重要的一個期數來講 這個是蠻辛苦的 事實上大概就我們的了解 大概也不容易達到 那假如是可以 由這個地址跟建物 來好好建構這個平台 在短期間 設定一個假設時間 短期間 然後把這個答案 再交給我們規劃單位 然後怎麼樣來 從剛剛的一個專業的立場 甚至有沒有可能 再做一個專業的一個突破 我想這是可能未來 可以努力的一個方向 謝謝 謝謝許委員 這個 謝謝主席 謝謝主席 第一點要表達 就是 穿業斷能力部會 那麼捷運局是 這邊先提出來就是說 將來也可以適用這個 老舊中低層 建立設計 盧坑案的一個方式 那基本上它這個環境 這個地區的環境 它是市民 因為我們都去看過 它有很多是市民的保救 那我要提醒就是說 這個方案 它是一個專案 它只是到104年 這邊寫 所以如果是說你的計畫書 我要提醒 你就那個計畫書又要寫好 你如果說只是寫 適用這個方案 那你要注意喔 這到104年 那這個以後那個更新 是很長的一段時間 到時候會發生說 你要用 沒辦法用 所以我是建議 應該是把這個 這一個 專案計畫的那個內容 獎勵的內容 直接就寫進來 不要去 引述說 啊我的 用這個這個這個方案 那你到時候真的要用那個方案說 因為時間到了 退職了 那就 會有很大的困擾 那也就是說 有這個美意 但是 讓人家到時候 又沒辦法做 那就變成政府的不對 這是 第一點 那麼 第二點 要舉的就是說 因為今天這樣的一個方案 捷運局勢已經非常的努力 那也非常不得已 但是 在今天 那個原來前幾次的那個 專案小組裡面說 只要能夠談妥 也是 不排除說 原來的這個計畫方案 因為原來那個是 到底是比較 好的 比較整體性 所以在這邊就是說 剛剛有很多人提到就是說 那個 事前的部分 在前幾次也跟 那個 也都有 表達給 我們的成請民眾說 這個部分 確實在都尾會是沒有辦法 去處理的 但如果他們能夠 趕快去談來得起的話 那當然 比較理想的方案還是有機會 只要趕得上那個工程還沒有做之前 因為他一定是軌道部分 大概先做 這個 連開這部分可能 神山會稍微 排後面 對不對 那如果是這樣應該是還有機會 這是第二點 那麼第三點那個容積 提高的部分 剛剛我 跟我第一點有一點類似 事實上 這個地區 的一個環境 假如民間來申請 他用老舊室住宅社去申請 那其實他的條件 他都是 達到他的那個 四樓的設定上 那現在唯一的差別就是說 他捷運 因為他捷運要 開發 捷運要建設 他介入了 那事實上他也是一個更新 只是不同方式的一個更新 所以這個部分應該是 要讓 剛剛 那個 捷運 捷運局這邊 還有那個 發展裏這邊有說 要跟 另外要去延上 這個東西增加 事實上 應該從這個角度切入看 能不能讓說我們 高層能不能接受 這樣事實上他跟他沒有人一樣 只是不同單位 簡單講就是說 原來那個 專案計劃是民間申請 現在是政府來做 就這樣子而已 只是政府在做而已 政府做 就又沒有辦法來用這個事情 那造成說 有些要提高就 有困難度 這個也是因為過去裡面 發生這樣的一個情形 那大概就是以上 三點 王參好 謝謝 謝謝政委員 請張委員 此席各位委員還有我們各位市民朋友 我想這個上一次 開會到現在 好像 應該又是超過一年過去了 那個主持人也 陳武正教授 也換成我們的這個羅教授 那這個時候很多事情 都 都基本上是 我是聽過了 好 那捷運機也有在做的方案裡面 有做了一個調整 在這裡 我想有一些觀念 我剛剛聽了很多發言的先生女士 講我是非常敬佩 我是非常敬佩 然後 那只是在這裡能夠提供一個比較 要持平的 好 各位提出一个看法 我刚才跟主席报告 我们都委会的职权 不是市政府的市政会议 也不是郝市长的首长会议 好像说他们有行政权 依法行政要做什么 因为都委会的职权 其实只是都市计划变更 那今天有很多的诉求 有的是行政领域里面的材料 有的是私权上的纠纷 那这个通通提到都委会这边来 好像希望能够一个解决 我也可以理解 就是说那很多的市民 大家都说我平常要找谁呢 当然只有这个机会 坐在市政府的屋檐底下 然后有一个权责相关的一点 处理这个问题的单位来谈 可是在这里我就是说 因为我参加都委会有很久的时间 我看了很多的案例诉求 有很多事实上都不是都委会的职权范围 所以我们今天做了一个决定 其实那个是行政领域的材料权 那今天我们是专案小组 接下来还有大会 大会是张副市长主持的 然后我想他也是一再的在说 这都委会的职权范围内 能做的才有法律效力 这一点我先要让大家有一个理解 第二个就是说 捷运建设的联合开发 在这里我也讲过好几次 其实那个政府投资几百亿上千亿 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划时代的公共建设 我想现在台北市民都非常欢迎捷运 你看半年前永康街那一站开通以后 信义路的捷运也做好了 路面恢复了 大家都看到永康商圈 只有一个站的开通 就让台北的捷运网 比如说新店到淡海的捷运跟土城县 整个都连起来以后 那个带动的好处 不要讲说两旁的商家 租金提高地价提高 可是就是说在这里面 很多捷运的开发 其实它不是都市发展局 也不是都市更新处 那是不是好像说捷运应该就是说 把轨道把隧道把车站做好就好了 那我想这个如果是在二三十年前 我们全台湾很多的公共运输 基本上就是谨守他自己的那个工程范围 他就做 然后他要出路口 他就设在马路上就好了嘛 就是跟地下道一样 然后这个或者像我们现在的文湖县 那个复兴南北路 就盖在把那个车站就盖在那个 那个马路的上面嘛 因为高价嘛 即使是地下也可以啦 所以我是觉得说 今天捷运局 他去划了那个联合开发的这个范围 我想只有一个就是我们政府每投资一百亿的话 我们希望除了做公共建设之外 可不可以顺便把不动产或者是周围的看起来不好的那些四五十年的老旧建筑啦等等 一次做一个解决 其实这个里面已经踏到人家私权的范围里面了 就等于说你公亲后来就变市主嘛 就说我来替你结议 所以后来很多这个地主们啊 或者是住户们 也有时候会受到舆论啊 各方面这个考虑 有自己的困难 可是也寄望说既然政府出面 我也好像希望说就有这个机会 就是说那你政府就怎样怎样 满足大家的这个条件 那在这里我想捷运局会有比较多的那个大转弯啊 最主要就是说那我如果再这样子耗下去的话 我自己的本业也做不起来啦 他的本业本来就是在地下把这条捷运给开发嘛 那现在他又去搞了几个车站的这个联合开发的时候 那当然这个就是非常困难 所以我是有一个看法是这样子啦 今天捷运局提出来的这个大的这个调整的方向 说我们哪里就不要了 我们这个这个扫作为妙 然后我们就是在哪里哪里 可以做的范围里面我们来做 我想这个应该是这个案的一个最小的这个这个范围啦 如果要最大的范围 那就是说把旁边的这些结果啦什么就一起联合开发 那让政府花的钱顺便可以带动周围 甚至刚刚讲的那个松台新村 四五十年的这个产权纠纷啊 我我的浅见是这样子啦 如果都是任凭那个地主住户或者刚刚有事类嘛 我想去年我们在谈论这个问题的时候 很多的这个地主朋友都讲得很激动 因为他们这四五十年来的这个这个这个委屈啊 都一起爆出来 那这个我都可以理解啦 可是今天的问题就是说 如果我们抓住一个捷运局说 啊你这个你来替我解决 那这个时候我想哦 大家是不是一层一层的来考虑说 那地主们或者是这些关系权益人 要不要自己也有某种